着西香成立六年多的编织班 每年成果都让人惊艳 今年更特别了 因为第一次把两个班编织 还有缝纫班的作品相结合 可以看到传统编织技巧 和现在创意无限的缝纫技巧来相结合 每位学员都很满意自己的作品 学员满意的介绍自己的作品小包包 脸上的笑容藏不住 这是着西香编织班 为了传承布农族的编织之美 长久以来都受到布论族人的喜爱 这是开班三个月成果 就在22号展现 织女织出来的布之后 有另外一班缝纫班 把它缝制成一个包包 就是说我们可以拿来穿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做成包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这样子 那我们的地织班呢 他们是一直延续 到现在已经也有六七年 就这样子一直每一次的课程 也一样的一直在进修 一直在进修 其中一位来自清水部落的 达尼普表示 自己过去曾经学习过服装设计 但是工作之后就还给老师 知道着西香有正门布农族 传统编织班以及缝纫班 就赶紧报名 他也感到很开心 能够更进一步认识布农族的编织文化 我也是算返乡青年啦 哦 对 然后我一直都对工艺品都蛮有兴趣的 尤其是对我们 尤其是我们布农族的东西 我想说我要学会 因为我要 我要留传给 传承给小孩 全力六年多的编织班 每年成果展都让人赞叹不已 今年成果展惊艳全场 因为首次将两个班的编织 以及缝纫班的作品结合 可以看到传统编织技巧 以及现在创意无限的缝纫结合作品 每位学员都非常满意 让新旧学员都相当感动 记者高双双 佐西香采访报导